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 課本的第11章 那這11章裡面呢 主要在講 三個群體以上的平均數的比較 三個 平均數當然也包括Proportional 那我們來看一下資料長相是這樣子 有一個資料叫做Y 平均數 我們要比較的是分數 然後呢 它是屬於哪個部門 我們大家看到有1 2 3 我們資料總共有 101 減掉1 100筆資料 這叫header 就是你的標題或者是你的 變數名稱 將來讀進去的時候 讀到R就是變數的名稱 我們來想看大家說 當然分數 會不會因為部門的關係而有差異 譬如說這分數就是 我們現在講的叫做 內部行銷好了 就是說員工呢 我們內部呢 可能怎樣 公司的 到底對我們的員工好不好 然後呢 當然 這應該講說滿意度 好不好 我們有3個部門 來看員工 我們公司有100個員工 分3個部門 所以我們看這3個部門 但是我沒辦法普查 如果像洪海企業那麼大 我只能做抽樣調查 記得抽樣 那我如果是隨機抽樣的話 我想要從我的樣本裡面 要推論到整個集團 整個集團 這3個部門 他們對公司 所有的這工作上面的 福利上面的滿意度 到底是不是一樣 所以這資料長相一樣 記得都是這樣子 變數 這也是變數 它是哪個部門 每一個人就是 每一個R就是 某一個人 第四個人它的資料 以後我們資料是越來越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資料型態 好 我的變數名字叫 檔案名叫C HH1 記得你要存上 CSV 我們回到R去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檔案要讀進來 一樣的 我把它讀進來 喔 錯了 錯在哪裡 CHH1 錯了 喔 我知道出在哪裡 因為 我沒有宣告 我資料放的地方 我要變更線型目錄 到我的資料放的地方 好 資料 改在這裡 所以我再讀一次 沒錯 沒錯 好 這是我們看前面六筆 第一個 變相的ID 大小寫有分 這是我的分數 這是我的部門 這是我的部門 我們來看一下結構 結構是看變數是 我們上學期所講過 到底是類別變數 還是連續變相 還是次數 好 第一個 整數 就是整數 100筆 三個分數 第二個呢 在NUM 就是Numerical 就是 實數的意思 這是 integer 整數的意思 所以 這是數字沒有錯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統計量 好 記得它的Summary很簡單 就是 那 記得啊 以前講的五個沒有 Summary 有五個 最大最小 Q1 Q2 還有一個叫做 Q3 再加上一個 平均數 那很明顯 這是平均數沒有意義的 因為我們是 Department Department有三個部門 這部門 1234編號 代號 而已 所以求平均數沒有意義 好 我們來畫圖了 首先我要把 GG plot2這樣的一個 R的指令 把我們畫圖的指令 丟進來 他跟我講說 他現在版本已經到 34 400 但是我的版本在哪裡 我的版本是 32 他警告我 所以有可能有些功能 我畫不出來 就這樣子 好 我們畫第一個圖 Windows 這是我的資料 這是我的 Y軸 這是我的 X軸 這是我要畫圖的 脂肪圖 這要分幾組 5分25組 後面就不管他了 後面就不管他了 所以你們要畫這個圖 還得畫 畫完了 這是我剛剛講的 欸他加一個Factor 記得我用Factor 好 因為我要跟電腦講 我這個是符號的意思 叫Factor 好 如果你把Factor拿掉 會怎麼樣 我們來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全部顏色一樣 意思是說 它沒辦法區分 它是類別變數 所以呢 我要把它還原 再加Factor 再加Factor 才能出現這樣的東西 一樣呢 你出現一二三人家也不懂 記得 統計是要跟人家溝通 它是工具 所以我現在下個動作就是 來 我現在呢 把原來的這個變數 Department 是什麼 數字還記得 它叫做 Integer 我把它改成什麼 Factor 看到沒有 我把它改成Factor 存回去 產生一個新的變數 叫做 Depart 就這樣子 再講一遍 這個Department 是Integer 它是一二三 數字 我現在呢 宣告它改成符號 改成符號 叫Vector 存到一個新的變數去 這是前號 前號相當於就是 我的資料集裡面的 某一個變數 它用前號來區分 前面資料集後面是變數的意思 那麼跟電腦講 我原來的Department 有三個數字 有三個層次 跟電腦講 變成Labels 就是三種類別 分別給它 貼上 HR 部門 Sales 部門 跟Account 會計部門 Accounting 好不好 所以你要學起來 這是原來數字 有分三個 一二三 我分別 改成三個類別 好 把它Move起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是我們看到 會產生新的變數 也別出來 HR 就符號了 當然我們再來看一下 看到結構 原來我們的結構 變什麼 多了一個叫Department 它叫FET FET 就是類別變數的意思 它呢 有三個Labels 分別用一二三來代替 它代表就是HR Sales 部門 所以它有原則在 而且也出現不美 所以理論上 我可以不用加這個FET 因為它已經是符號了 理論上 我們再看一次 DEPART 應該再兩個多 我加個FET 它本來就已經FET 就類別 我已經轉過去了 我現在把我的資料記 鎖定在11的資料記 第一個我們再畫圖 8PLUS 黑白 好 記得 這個8PLUS 只看哪裡 只看最小最大 Q1 Q2 Q3 所以最黑的那一條線 是Q2 叫中位數 當然我秀這個圖子 讓各位知道 它的Range有多大 大概平均數 但是它不是看平均數 好 等一下我們再來變化這個圖 你們的圖要畫得比我漂亮 這個圖要比我漂亮 大家都畫過 好 我們用一個新的名字 大家上次叫做 TABLE 這T相當於TABLE APPLY 這是分數 這是部門 求各部門的平均數 我們來看一下 這也是一樣的 我要求各個部門的 編譯數 好 所以記得 秀出它的基本統計量 好 三個部門的平均數 分別是495156 我們要研究它們 這個是樣本平均數 它代表母體的平均數 有沒有差異 這是 樣本的變異數 好 最小 69 最大 1.6 一樣的 跟T檢定一樣 我們要檢定它們 變異數 是不是相等 所以要用這個最大字 除上69 然後去看它的直言度 好 這個我們就在課堂再講 好 我們要看一下呢 檢定怎麼做 你就打嘛 反正就是 我要看3 independent group means 是否相同 我就打這樣子 那就出現一大堆 有圖 沒有 ANOVA ANOVA 這是課本的標題 For multiple comparisons 上次 禮拜四 快下課前 不是講到這裡嗎 多重比較 好 ANOVA先不管它 好 隨便找一個 我們課本叫做 ANOVA 回去看一下 為什麼叫ANOVA 這邊很多的功能 好多的指令 你可以學 還可以畫圖 它畫得比我漂亮 所以 你這個是可以存起來的 好 這一個 這一個的 R的指令 你可以學起來 所以你要畫圖 比我漂亮 你要是這一個 one way one way 就是一個分類變數 你的分類 性別啊 部門啊 部門啊 我們不要看這個 它可以畫圖 沒有 可是記得 這還是什麼 Q1 Q2 最小最大 跟中位數 不是平均數 我沒有也是平均數 好 這邊有指令 王偉 王偉 ANOVA 什麼叫王偉 ANOVA 你自己看 好 我們自己找指令 我們第一件事情 不是說要看變異術 是不是相等啊 所以要最大的 就是 你來記得吧 更正 為什麼叫ANOVA 你記得我們上個講 就是主間 跟主內 來比吧 這是我們上個講的精神 你要畫圖 比我漂亮 這邊很多的圖 就是 它指令都在這裡 你可以選 這個圖也可以選 它指令在這裡 這個是它的平均數 你要畫得比較漂亮 它的指令很簡單 就是 Compute Compute The Analysis of Valience 它的指令 就這樣子 AOV 這是它的 E變相 這是它的分組變數 就跟T減定一樣 我的資料來源 把結果 跑完以後 儲存在 左邊這個 object 那object 所以你把它想像就是一個 結果的檔案 檔案 然後再把結果檔案 秀出來 Summary 好 所以記得 指令就這麼簡單 我們要有這個指令 好 回到我們的R去 就這樣子 後面不要管這個名字 它的指令就是這樣子 把它秀出來 好 我跟電腦講 跟R講 跟R講 我的資料在這裡 放在CHC的資料集 我的E變相 就是我的分數 就是這邊的Y軸 Department 是部門 記得它類別喔 還記得吧 記得 這是類別 把結果 用ANOVA 跑出來 儲存在FIT 當然你把它改成什麼 我們叫做 ANOVA也可以 RESULT RESULT 我用大寫 就要大寫 RESULT 好不好 RESULT 所以我把這個 ANOVA的RESULT 秀出來給我們看 就這樣子 好 跑看看 沒有錯 我們看結果 畫出來 好 這跟課本結果一模一樣 你還記得吧 只是排後的順序不一樣 第一個叫自由度 記得我們剛剛講 上次就是Department 沒有 跟主 這就叫RESULT 如果在課堂上講的東西叫什麼 叫做 BETWIN 這叫BETWIN 這兩個加起來 99 我們剛剛講說 主數-1 求出來是 sum of square 還記得吧 sum 726 8680 min square 726 除以2 8680 除以97 f值 就是363 除以89 4.019 機率 0.0203 因為我們假設 這三組 一樣 好 對公司的滿意度 是一樣高的 可是統計做出來跟你講一件事情 他打一顆星 一顆星多少 好 三顆星是千分之一 兩顆星是 百分之一 一顆星是 百分之一 打點是百分之一 很精簡 那我覺得這個太精簡了 那我們看有沒有其他方法 我們注意看喔 好 我不用summary 我直接把那個 結果直接打出來 他是呈現另外一種方式 跟上面不太一樣 然後我再試看看 你看結果呈現 這結果一樣 沒有折青到 這結果 這兩個一樣 你用 直接show結果 不用summary 跟直接寫程式 當然是一樣的 寫summary 這個表格 跟課本的表格 一樣 這就是一般我們在統計軟體裡面 或者是在寫論文的時候 所呈現的 格式 所以呢 統計上跟我們講 他是一顆星 他是說 如果三個母體的 滿意度 是一樣的話 看到他們這樣一個分數 不一樣的分數 的幾率是千分之二 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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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 上次講過 如果這個變小 是代表這三個分數很接近 就是意思 好 我們再回到這個圖 這是 中位數不是平均數 好 所以我們來變化這個圖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第一件事情 就是用這個 aggregate 這個 aggregate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把這個分數 根據部門 就是 求它的平均數出來 我把它移上去 因為這不會影響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means是什麼 他把我們算了 各部門的 平均數 跟前面是一樣的 我們把它儲存起來 變成一個dataset 所以你看喔 它這個dataset 它只有兩個變數 三個觀測 對 三個觀測 三個觀測 兩個變數 第一個 department是類別 好 我們把它儲存起來 重點儲存起來 然後我們看下一個指令 一樣 跟前面一樣 我的資料庫 在11 這是x軸 這是y軸 然後根據y軸來畫圖 畫核心圖 看到沒有 然後呢 電腦出現出來的數字是 平均數 然後 顏色 然後把點打出來 這是大小 這是圖形 最重要的是這個 我把 平均數 秀出來 放到 圖形裡面 在這一個圖 中位數的 上面 應該是這個分數 上面1.5的位置處 這是放的位置 我們來看一下 它那個1.5是 扣應該是 從上緣算下來1.5 從上緣算下來1.5的位置 顏色很漂亮吧 這叫平均數 紅色是平均數 所以 你就照它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就直接google這個 上去 反正你就畫這個圖出來 大家每個人都畫這個圖 當然你也可以畫另外一個圖 用另外一個紙片畫 這裡 這裡 我不會用ggplot 我只是用boxplot 跟前面一樣 我現在呢 要加入三個點 point point 它是剛剛求出來那個平均數的分數 然後它的圖形用20 大小用2 紅色 把它 晃到那個boxplot 它的分數 在這底下 0.08 位置 標籤上面 打上平均數的分數 顏色是 藍色 然後大小是 這是 文字 這是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上色 你自己上 上色 所以我們畫出來的是 平均數 一樣 當然 之前的銀色在這邊上色 好 這是它的Q1Q的grange 最小最大 紅色點 紅色 代表是平均數 中間這黑色是中位數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比較它們的 平均數 到底是不是相等 感覺前面兩個很接近 後面這個比較大 大家的差距 所以我要做 電腦只跟我講一件事情 電腦只跟我講一件事情 它們之間是有差異而已 這個表 記得 只跟我講一個結論 母體的平均數 不相等 因為它的 sum or square min square f值太大 4.05 電腦幫你求出來 這個f值 機率是0.02 如果這三個平均數 相等的情況底下 看到這樣的一個 母體 母體平均數 相等的情況下 看到這一組平均數 的機率是 微乎其微 既然微乎其微 被我們看到了 這個假設是錯的 所以它跟我們講一件事情 平均數不相等 母體 沒了 但是誰跟誰不相等 不知道 所以我們必須 去做另外一個 動作 教授 multiple comparison multiple 多重比較 我要進一步去比較說 到底誰跟誰有差異 這是課本的 後半段 叫做tuki hsd 這是重要指令 我的fit不見了喔 記得 這為什麼是fit 我先改掉了 應該叫做什麼 Alova Vlog 我剛跑出來 結果 所以這個fit就是我剛剛跑出來的結果 請電腦再幫我做一個動作 你一定要做 好吧 在 在我們APP檢定之後 在anova的app檢定之後 是顯出之後 significant 以後 我們要去做 多重比較 意思是說 我們要找出誰跟誰有差異 所以我們有個指令叫做tuki hsd 剛剛我們做出來的結果放進去 把這個儲存的結果放到tuki 當然你不要嘛 你寫那個嗎 呃 modepal 也可以 好不好 跑完了 結果出生起來了 好 那我們把 結果 秀出來 好 這個指令就是 Display 我把結果秀出來 好 Sales跟人力資源比差的1.79分 它是95新的區間 它有沒有差異 沒有 這是p值 我們還沒交 這是accounting跟人力資源差的6.3分 欸 0.018 accounting跟sales的差 差4.多分 可是他們的periodium 沒什麼差 這叫做是 或 比較 有沒有 叫tuki的 multiable competitors of the means 用95 the family wise 課檔上再來講 所以換句話說 116這個差距呢 只有 這個是有差距的 就是accounting跟hr 好 那 accounting跟hr 差多少呢 我們剛剛前面不是用一個這個分數嗎 我們再做一次 accounting跟hr 脫回 59跟56差 其他沒有差 好 我們最後畫一個圖 當然這個已經錯了 因為你要把它 移到這邊 這個結果呢 畫出來給我們看 這個結果呢 畫出來給我們看 然後 顏色用 color2 好 看一下這個圖 好 電腦是這樣子 好 記得 這叫做sales跟hr相減 差1.7 這個 就是差1.7 它的95信頼區間 包含這個虛線 這個虛線 就是沒有差的意思 就是accounting 減到hr 好 差在那裡 6.37 在這裡 它 上下 沒有跟0 重點 第三個是accounting跟sales 它差4.57 在這裡 它的上下界 包含了0 所以 事後比較跟我們講 這一個 真正 差距是在這兩組上面 這是我們這次的部分